歌聲之後 我們首先要請到的是 我們洪敬堯老師請做獎品 我覺得聽你唱這首歌 我驚豔了一下 因為你居然可以唱演歌 你可以唱這麼傳統的台語歌 我想也是應該你第一次 挑戰這種歌曲對不對 在這個舞台 基本上這個經驗是好的 因為這個傳統的歌曲 大家都知道非常地重要 有一些咬字上的那種念法 特別這首歌 其實它在副歌有幾個地方 是很急的 很適合你用拖拍的方式去唱 可能有幾個 咬字聽起來是比較模糊的 不過你的語氣是非常對的 在這首歌該有的表現上面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 對你唱這種的台語歌 更讓我認識 妍美可以唱這樣的歌曲 所以加油 再多唱一點 翁立恩老師 首先真的看到妍美 願意在這麼激烈的一個舞台 歌唱比賽 依然這麼有勇氣的 選擇唱台語歌 光是這個 對台語歌的支持的勇氣 首先就要給她來個掌聲 真的不簡單 勇氣可嘉 但是就是 唱這個台語歌 在表達的時候 你的歌很重要 因為這首歌 它的曲是 就像日本歌的演唱這樣 尤其他的雞碼 他的雞碼 雞碼的部分 剛好卡在那裡你知道嗎 你每次如果在那裡 我都拿你捏一把兩汗 我說 嘴如你雖然不好 但是只最思念你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邊是你的 這個最辛苦的地方 因為你給我會比較熱 不好意思 我都會幫你比較注意一下 台語歌 尤其他的曲就是演歌 所以 他有很多地方 是要 有彈音的地方 那個可以丁現你的歌唱技巧的地方 所以 像那個 海面的那隻古舊 對不對 那隻古舊 是要背去哪裡 有沒有 他其實 可以淋很多減少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 你要拔到分數的地方 有沒有 趕緊就回去 有沒有 回去 這個也是你要得分的地方 而且這個東西 我 我的 趕緊就回去 其實如果再有一點點 想哭的感覺會更好 為什麼 因為 你很想回去 但是你的工作 在台北 你家可能在屏東還是棟家 你知道嗎 爸爸我很想要趕緊回去 但是 我心裡很想 不過 我的工作 我有很多沒力 要賺錢 所以這條歌 去陰朗的地方是 在這裡 所以說 在唱台語歌 這個 裡面的意思 你要 邏輯 你要去了解 還有 選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你就好像 在家裡 你就自己 你就自己拿起來 照這個歌詞裡面 用黏的黏出來 海面的 那隻古舊 是要背去哪裡 就是這樣 如果說不出 或是說不漂亮 或是說不對面 你就找一些 我比較厲害說台語的 黏給他聽 是說叫很厲害說台語的 黏一次讓你聽 我們的手機 現在就有錄音的 的光靈 你把它錄起來 你把它錄起來 這樣就要練... 練到九位 你會越來越厲害 謝謝 謝謝老師 接下來看田園梅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挑戰台語歌的顏梅 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80、90 90、91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1.8分 承認好91.6 還有91.8 到了 這個真的是 牌子還去不掉 所以我們的黃牌請來 我們今天這張黃牌 是要給我們的李繼哲 是 90.6 這麼高分 高分得黃牌 有一點可惜 對,90.6 不過沒關係 以你歌唱實力 一定能扳回一層的 是 我們要從這個... 田園梅的票箱 抽出一位幸運觀眾朋友 得獎的是 恭喜你得到三千元的獎金 好 也恭喜田園梅 田園梅是91.8分 成為我們今天 的挑戰者 是,也必須要跨過91.8 來,四位辛苦了 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熱情掌聲 歡迎我們高手組的衛冕者 一起來歡迎廖均敏 瓜哥好 大綺姐好 大家好 觀眾朋友趕快 也就要進去投票了 是 是一個田園梅 一個廖均敏 廖均敏今天要跨91.8 也是有點壓力 但是還要盡力 盡力 今天唱哪一首歌 愛不到人 江蕙的歌嗎 是 出手了 來,愛不到人 謝謝